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化妆的视频 就是我现在脸上这个妆 眼妆和唇妆都是偏橘色的 如果想知道我这个妆是怎么化的 那你去看下去吧 今天的眼妆呢 我就是想拿Stella的这一袍 是我在11月的时候买的 我现在先上底妆吧 我现在刚擦了防晒 还是先用遮瑕 我的习惯就是先遮瑕 然后再上大面积的底妆 纳斯的这个 纳斯的这个遮瑕 色号是Vanilla 这个颜色对于我来说有点白 我就拿它呢打在眼下提亮的位置 我用的是计算器的这一款 蜜色 Soap & Glory 2合1的这个眉笔 我不是第一次用它了 一般般 所以它的上色度也 上色度挺一般的 我们先把眉毛上的余粉刮掉 它的显色度挺一般的 对吧 这个眉笔 挺费劲的 反正画它一次 然后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说的 这盘眼影是Stella家的这一盘 我今天要画一个橘色的妆吧 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来我的眼妆都特别的紧的 所以我就用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颜色打底 然后再把这个橘色叠在上面 就用手 然后就用这个橘色 然后就用这个橘色 最后就是用一把大大的颜染刷 我画眼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就来回在你的眼妆上面张就行 来画一个卧蚕吧 眼睛和睫毛部分没有录 因为我一般在这个部分的话 必须得照着镜子 想麻烦 所以就没有录 下面我们来上鼻影 鼻影就是Mac的这个Omega 用一个这样的刷子都钓鱼粉 高光用的是基本系的这一块高光 里边长这个样子 我上次在跟我分享里边没跟大家说 它是这样的 你看 它这个可以拽出来 里边有个刷子 好了 然后窝头一点点 鼻子 下巴 都上腮红 腮红我用的是Benefit这一块 蒲公英腮红 也是我前段时间才刚刚买的 它里面的颜色就是这个样子 我之前在跟我分享里边 都给大家看过了 这个腮红就是传说中 永远都不会刷成猴屁股的腮红 少两多次吧还是点在脸上 其实是挺淡的那种粉色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 大家说永远都不会刷成猴屁股 它的上色度还是可以的 最后就是唇膏 唇膏 唇膏就是我最喜欢的 最近最爱用的Cat Wong D他们家的唇膏 我选的色号就是非常准门的Lolita 2 好啦 我现在这个妆基本上算完了 修容我懒得修了 不弄它了 就是这个样子 Lolita 2在我的嘴上是这个颜色 是那种土橘色 他们家的遮盖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会在爱用品里面再给大家说 他们家唇膏有多好用 然后会在爱用品里面也会有试色 嗯 然后我先把头发弄一下 我家扎了一个这样的头发 好啦 这个妆就是这样子 一般我如果扎这种头发的话 我肯定是穿高脸 这样可以先进行 嗯 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吧 拜拜